对不起 这件事情全部都是我的错 我不敢用那种方式来对待你的梦想 我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简安 你会原谅我吗 那几天是我太固执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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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都有在想你 哪怕我用工作来麻痹我自己 我也忍不住在想你 我真的害怕 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老婆呢 你答应我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吵架了 我们都不要再这样折磨对方了好吗 我答应你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都好好沟通 写商解决 我送你回酒店吧 剧本我已经改得差不多了 就剩最后一个场景了 就让其他的编辑去改吧 我们回家 我们在后面 我们回家 那边 我们在前面 我所遇到过 你 在前面 我们在前面 你不说要回家吗 怎么带我来母校了 你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了 这不是你家那个盒子吗 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 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七月十二日下午六点 操场见 卢伯爷就是个大骗子 其实那时候我来了 只是迟到了 在上学那会儿 我就喜欢你了 只是那时候的喜欢 就只是想每天都遇到你 然后欺负你 总觉得这样 你才会多关注我一点 那个时候我那么胖 你怎么可能喜欢我 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当年广播的事情 陆薄言 你整天和那个胖女孩 在一起打打闹闹 难不成真的要和她做朋友吗 没人喜欢跟一个胖女孩 做朋友 我怕你还没原谅我 怕你离开我 其实呢 广播那句话 只播出了前半句 还有后半句 是什么 现在 我要将那句话 完完整长地告诉你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胖女孩 做朋友 但是我 陆薄言 就是喜欢 苏锦安 我喜欢你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会一直爱着你 陆太太 你想干嘛 这么神神秘秘的 到底要给我什么惊喜 谢谢 这是什么意思啊 陆先生和陆太太 当然得睡同一间房间了 况且我们拉过勾了 你说要好好补偿我的 我等这一刻 等很久了 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苦见甘来 终于等到今天了 陆总这么疯狂的名识 还有一什么 赶紧扑上去 占用他 不行 女孩子要矜持 白天才告白的假 你一定要把吃做 把吃个屁呀 人家本来就是合法夫妻 怎么能不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呢 这个是人类的使命 只有矜持才能保持神秘感 才能够更好更持久的吸引他 让他无条件的为你掀出自己的心 活得他的肉体 他的心心 永远的臣服于你 总之 不能这么随便吧 你看 连他都看不出陆总的诱惑了 姐安 放手去做吧 耶 这就对了 去吧 要好好表现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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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